加萌樂天女孩的南韓人氣啦啦隊員李多慧 14日在台出登場 一連應援三天掀起熱潮 昨天她搭機回南韓 在IG限動曬出機場打卡照 並向所有球迷粉絲喊話 感謝大家這麼支持我在台灣的出登場 我要先回韓國了 我們5月再見 下次預計5月1號至5月7號再度來台 先前有眼界網友發現 李多慧在台應援期間 都會在IG轉發球迷粉絲標註她的限動 然而工作結束後 IG限動發布的台灣相關工作內容 不到24小時竟然全部消失 引起網友熱議 質疑李多慧只是為了錢上班 並不是真心誠意對待粉絲 而李多慧昨天也大動作闢謠 在IG一連轉發了近百則粉絲標註的限動 包括在球場與機場的照片與影片 一直持續到今天凌晨 以實際行動回應粉絲疑慮 也有部分網友跳出來替李多慧喊冤 指出她在含職時期就會因為工作太多 轉發太多限動而階段性刪文 也強調李多會對粉絲的好 有目共睹 並沒有什麼好質疑的